停機棚 地面上血跡斑斑 華航兩名維修員操作不當 從兩層樓高作業平台墜地 受傷嚴重 但其實兩人都不是菜鳥了 外界直指 華航的維修標準作業流程 是否出現漏洞 客廳裡面所有的設備都聽下來 包括你想到的 椅子 便宿 廚房 天花瓣 所有人員入門樣樣都要會 事實上有標準程序 首先確定裡面是否壓力 因為其實每平方英寸 超過兩磅的壓力 機門就會打不開 也要避免有冷氣進入艙內 再來看一下空調卸壓閥 是否在開啟的位置 同時間也應有兩組人 在內外進行雙邊溝通 才能防止艙門噴開 這是意外發生最根本的原因 是正在噴漆 怎麼可以進入維修 光是第一個動作 就讓人覺得奇怪 我應該跟裡面的人講說 現在請你把艙壓給卸放掉 卸放掉不能說很快 它有一定時間 所以我還要等 等它整個卸放掉 因為我外面的人我會看不見 他們沒有按照 就是維修手冊的 一步一步來執行 而資料更指出 發生事故的維修人員 介於四十五歲上下 資歷說深不深 說淺不淺 恐怕就是太相信自己 太大意了 滿怕碰到這種 所謂終極階層的人員 為什麼 因為它的技術 已經到了一定成熟的地步 它可能直接一就跳舞 因為它二三次 它覺得它記憶得很熟 每一關飛航安全 每個細節大意不得 如果整個過程想省時便宜行事 恐怕下次難保有更多狀況發生 記者綜合報導 除非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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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